旧石熙時代 是人類文化的童年 是人類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時期 中國的旧石熙時代文化 出現在一百八十萬年前 到距今一萬至二萬年 旧石熙時代 一九六一年 和一九六二年 考古學者在黃河岸邊的 山西瑞城線 西喉道村後面 一座名叫人厄搭的 小土山上發掘 出成批的 動物化石 三十多件的石器 帶切骨和刮射痕跡的六角 和火燒過的骨頭等等 這些就是 至今所知 我國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文化 西喉道文化 包括木棒或骨棒打片的技術 舊石器時代 晚期文化為止 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發現 其中較著名的有 北京的山頂動人 這個時期的石器 開始呈現小型化的趨勢 骨、角器也相當發達 尤其是骨針 它細小的針眼、圓滑的針身 幾乎與後來的針沒有太大的區別 針的出現是一項很重要的發明 意味著人類已經學會了 縫製衣服、遇寒保亂 早期的人類主要是靠採集樹葉和野果為生 石器的發明開始了他們的狩獵生活方式 到舊石器時代的晚期 人類掌握了捕魚的技術 魚類成為當時人的重要食物之一 遼寧海城小孤山為止 發現有刀刺的骨魚叉 表明人類已經掌握了較高的捕魚技術 這種謀生技能上的改進 擴大了人類活動的範圍 它們不需要只是靠森林而生活 在河谷、湖邊的地帶 它們也同樣可以好好地生存 早期人類發展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是掌握了管理和控制火的技能 已經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為止之中 有九處、有用火的遺跡 在舟口店北京人的動月之中 保存的灰準層厚達4至6米 中間還夾著一些燒裂的石塊 燒焦的獸骨等等 舊石器時代中期用火的遺跡 有更多的發現 表明人類控制火的能力已經進一步增強 到了晚期 灰準、灰蝕、燒骨等 在考古中被普遍發現 在山頂洞上部長達14米、寬8米的範圍之內 發現了兩層灰準 裡面還有工具 表明這個時期的中國人的祖先 已經普遍掌握了保存火種的技術 而且很有可能已經學會人工取火的技術 由於早期的人類非常依賴自然的環境 因此他們始終處於漂泊不定 千璽無常的生存狀態 但亦有一部分的人相對有穩定的居所 尤其是一些天然的動月 天然的動月既能夠為人類遮風擋雨 亦能夠遇寒保暖 是原始人類最理想的住所 是人類最早的家 但是直到舊石器時代中期 人類依然處於漂泊的狀態 已經發現的30多個位置之中 只有不到20%是動月 表明只有少數人群是利用天然的動月 過著相對穩定的日子 但是晚期已經開始有簡陋的房屋 好像哈爾濱市郊的嚴家岡為止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文化的一大進步 在當時的人開始追求美 亦都形成了關於靈魂的觀念 在北京的山頂洞為止 和遼寧海城的小沽山為止 都發現了數量較多的裝飾品 山頂洞的裝飾品種類豐富 有穿孔的小石珠 穿孔的小溺石 穿孔的海含殼等等 而數量最多的是用穿孔的瘦芽 由於長期的佩戴 有些瘦芽的孔度已經磨得很光滑 另外在山頂洞的下室 發現了三具完整的人頭骨 和一部份的驅幹骨 在絲骨的周圍沙幽赤鐵礦粉 還擺放著各種類型的裝飾品 這些是至今為止 中國發現最早的人類無葬 據分析 赤鐵礦粉象徵著鮮血 亦具有驅邪鎮擾的作用 山頂洞人相信 紅色是可以安撫死者的靈魂 使他們平安地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